今天上午7点左右不少台东的民众募集 有超过20辆的M113装甲车开在省道上 轰隆隆的声响正与欲聋 由于昨天是520总统就职典礼吃饥敏感 民众说很久没有看到这种情况了 也担心该不会是要进入战备状态吧 但军方强调这只是一般例行性的部队移动 请民众不用担心 轰隆隆巨响一辆又一辆的M113装甲车 陆续从位在北南向的台东指挥部开出 行驶在台东九线省道上一路往北 每辆装甲车上还有士官护着机枪 后方也有不少军卡随行 声势非常的浩大 不仅民众说很久没有看到这种情况了 加上昨天520是否要进入战备状态 不免震惊一下 但不用怕军方强调 只是一般例行性的部队移动 跟520总统就职典礼没有关系 不过国防不统计 520总统就职典礼前夕 19号上午6点至20号上午6点 征获共机6架次 逾越海峡中线进入北部及西南空域 最近的共机距离基隆仅仅43海里 面对共机不断频频扰台 国军持续监控 维持台海稳定 记得刘林祥台中长文报导